然后在整个做爱的过程中 就是各种脏话 评出 就把我当成一个女性一样 就是各种男天的话 什么小烧话 骂人 对这种 见货 对就是 这种 你做的这么烧啊 什么这些的 就让我感觉特别的不爽 其实是这个520号 是我们的情人节 我们今天邀请的两位 一个是小明 一个是哥多 我们来聊一聊 在交友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些奇葩事 因为我们在这个解决 我们的这个伴侣问题 对不对 我相信小明 你现在是有一个伴侣 在一起做结果 对对 一起有 134 5 6 7 7年来 哥多年了 也在跟一个 对对 我俩现在快两年了 虽然你们现在在享受这种 伴侣的这个 开心的这个生活 我相信在追求爱的路上 也遇到过一些挑战 是吧 奇葩事 有没有 很多看客 小明可不可以先分享一下 你踩的坑是什么样的 也不能说坑吧 就是在那个 爱情的路上 有些学习 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我曾经 有一段时间 就是在网上看到说 如果你想跟一个人 长期的一起生活 就是最好就跟他 先尝试一下 然后我就计划了一个短期的旅游 大概是两天 然后就跟他一起出去玩了 第一天我就发现 我跟他没办法在一起了 第一天就已经受不了了 对不对 对 因为前期大家都已经聊得很多了 觉得各方面条件什么的 都很符合自己 然后都也挺喜欢这样的感觉的 主要是看一下生活习惯 日常生活 能不能两个人搭在一起 这样子 可不可以说一下是 究竟有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受不了 当时是这样的 就出去玩嘛 就是要坐车呀 什么的攻略啊那些 然后我就发现 他好像 对 怎么坐攻略啊 去哪里玩 那个怎么坐车那些 好像他不是很会 然后呢 当天也出现别的一些状况 我就让我觉得 这个也不是很靠谱 他对 当时我们在那个 这的那个大巴上 一刹车 他就钱包就不见了 他幸好我们后来 只有回到车上能找到 对 但是我们去的那个路上 就让我很不舒服 我就觉得 我跟这个人没办法在一起 我当时我也年轻气 所以就觉得 你这个不行 但接下来那两天 我还要跟他在一起 他会让你感受到 你跟这个人在一块的时候 好像没有安全感 但是呢 你后面又不得不跟他 继续相复 对 因为行程已经安排好了 还是要一起 我能感受到 你是怎么能够做到的时候 虽然我心里很不爽了 但是我还得忍着 我要跟他相复 当时我感觉 那就抱着一种 约炮的心态 就是这个人就 已经去了就去了 没办法 明白了 那就是说 从心里面 其实做了一个调整 这个人恐怕我们 做不了伴侣了 那就当约个炮吧 就转变一下心态 可是我也 我事后我也觉得 就是很 对不起人家 因为之后 我就不跟人家联系了 人家找我的时候 我也不理不睬 明白了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这个事情 只能回避了 多多应该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你遇到的 有什么样的奇葩 我可能跟小明有点不一样 那今天这个环境 我们是可以 我们可以 尽爆一点点 当然 这都是人之常情 约炮人之常情 那我也展一个 曾经有一次 约炮的自己 然后这个过程中 我是做您的 然后 当时就是 就是两人见面的时候 双方的一个印象都很好 明白 所以就很快 就进入到 那个 一个做爱的环节 但是后面 这个过程中 就让我非常的不爽 因为我感受到 这个人就是 非常强的一个大男子主义 然后在整个做爱的过程中 就是各种脏话 评出 就是把我当成一个 女性一样 就是各种男天的话 什么小烧话 马人 这种 这种 你叫他这么烧啊 什么这些的 就让我感觉特别的不爽 你有在这过程中说 停下 反馈 不要喊我这样 说实话 整个过程也不是特别长 所以我想都已经到这个份上 哪怕 这两分钟我就忍了吧 对 就哪怕喊那座灵 我也就赶紧就结束吧 对 我当抱着这样的经理 但是肯定是没有下一次 你也没有把这个感受 反馈给他 对 我没有反馈给他 因为我觉得之后我不可能 就不跟你再有第二次 对 对 那个环节我很难讲出我的这样的感受 我们讲有一些男童年 一方面自己是性少数 但同时呢 他又模仿很多那种 一系列的那些东西过来 然后呢 他把它用在自己的这个 私密的那种性的行为里面 就让人感受到不尊重 不平等 是 很不爽 所以我特别在意就是 不管是做一还做你 在整个性爱过程中 就是你需要 去经过到对方的一个感受 他是不是有一点点 轻度的那种 SM的那种感觉吗 有吗 我倒不觉得有 我的感受就单纯的 可能他就是 从某些一心灵的一些 拽的里面去 学的那些东西 习得了那些坏毛病 然后他也 对 把这个什么尊重 拼的都忘记了 如果你不跟你一个人交往 进入到这样一个深度的时候 其实你是发现不了 这件事情 没有 根本不可能 这种二号肯定要到 那个时刻才知道 才知道 比如说 我要去跟一个人交往之前 我想跟他来一次旅行 你不跟他去做这个旅行的 他很多东西是藏起来的 是不会暴露出来的 然后像各多这个 更加的藏到 你只有在这种 亲密的关系发生的时候 你才知道吗 这个人是这样子的 老子再也不想跟你第二次 那今天是520 所以这个有很多的小伙伴 我相信他们也在 寻找爱的路上 想要找一个 适合自己的伴侣 我们有没有什么 好的建议给他们 我觉得先弄清楚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是想一起长久生活的伴侣 的话那肯定就是奔着这个去的 可能大家就是提前有一些沟通 那我就觉得弄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明白 奔着去就好 那么多有没有一些干果给大家 我是很认同就是小明就是提醒做一次一个哪怕短期的旅行这种方式的因为我跟我现在男朋友在一起也是因为我有跟他做过大概三天的一个旅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就是相互的一个相处是比较舒服的 我也其实稍微做了一点点整理好 因为我也是酒精不散酒精神也是打过厉害的人 我觉得尤其是现在都是网络交友 但是你最终还是要从网上走到网下 所以这个线下的见面是很重要的 那么除了线下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尤其是前那么一次两次见面的时候 最好选在这种公共的场所里面 跟对一个人有更多的了解 不然的话你遇到坏人遇到骗钱的 你突然间去到一个私密的空间里面 有时候会讲清楚 还有敲敲垃圾的 除了这些以外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跟我现在伴侣也是有这个旅行的 我们是爬白银山 我发现这个爬白银山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我观察这个人 我了解这个人 我非常舒适 非常舒服 我就觉得这个人是我想要跟他交往的 尽管这个时间不是那么长 我们大概也就五六个小时的爬山的过程 你要是跟陌生人无论是交友还是月炮 可能要做好自我的保护是吧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就是感受 小明其实刚才也提到你要什么 对吧 你自己要什么 所以像哥多特别提到说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感到特别不爽 尊重不平等 那么这种感受里面 有什么样的感受 是让我们觉得说 OK这个人 我不想再跟他交往的 哪一种感受亮起了红灯 这个人我不想跟他交往 反过来讲 可能我会觉得 我跟他在一起 就是两个无处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很尴尬 我就觉得可以跟他在一起 还有就是我很愿意两个人聊天说话 我觉得这聊天说话的时候 不是说只聊事情 是聊内心的一些想法感受 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他确实只聊事情 从来都不说内心的感受 我感觉就很难走到内心去 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跟我分享更多内心的 我觉得就更适合 OK 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觉得很舒适 我不随意去评判他人 我现在这个男朋友就是能做到这一点 不会太多的去评判别人的一些事情 感涉别人的一些事情 他是有比较强的一个边界感的 这是让我和他相处感受很舒服的 就是说每个人都舒适的点不一样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多去探索自己的感受 如果这个感受对了 那可能这就是一个对的人 如果这个感受不舒服 或者说觉得跟他在一起很累 很消耗 恐怕这个人也不一定适合你 也没有必要勉强自己去跟一个人去交往 今天是520 我们特别感谢我们两位的分享 我们也希望两位伙伴的经验 能够帮到我们的朋友 然后让大家也有机会 能够遭入找到自己的伴侣 拜拜 好 再见 再见